残疾男人强行扯开妻子的衣裙 他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检查妻子是否对自己不忠 可怜的女人家带 只能任由丈夫将自己羞辱得体无完肤 二人都没有注意到 窗外的一双眼睛 已经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偷窥者是年轻警察乔本 他早就知道 家带的丈夫因战受伤 成为了一个残废 但怎么都没想到 家带每天竟然忍受着这样的折磨 从此之后 乔本对家带更加关注 直到这天 他目睹了家带的异常举动 乔本年轻气盛 对温柔美丽的家带垂涎已久 半推半就肩 二人合为一体 家带也终于尝到了做女人的快乐 从此 二人一发不可收拾 但很快 丈夫就在邻居的言语中 得知了家带最近的变化 他匆忙赶回去 却在路边的草丛里 看到了颠缆捣风的男女 回去后 丈夫对家带打骂羞辱 更是扬言要亲手杀了乔本 毕竟他刚结婚就上了战场 回来之后就变成了残废 温柔美丽的妻子 他都没来得及激情过一次 就这样被别人染指 对于丈夫的极端 家带一直苦苦哀求 他将所有的错都归于自己 自然也遭受到了更恶毒的殴打 这天 最久的丈夫命令家带给自己倒水 却不知 乔本已经将无色无味的毒药 提前给了家带 在乔本的直视鼓励下 家带最终狠下了心 三秒后 刚喝完水的丈夫口吐白沫 分钟左右就没了呼吸 他的手依然紧紧拽着家带的衣角 但家带知道 自己解脱了 家带以为乔本就是自己的救赎 于是 他支部挣钱 将乔本送往东京读书深造 期待二人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一年之后 乔本从东京归来 可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俏皮可爱的女人 女人名叫杏子 是乔本的新女友 而他在介绍家带时 大言不惭地表示 家带是自己的姐姐 趁着杏子睡着的空隙 乔本来到了家带的身旁 他告诉家带 杏子也只不过是自己的妻子 他和家带才是真的夫妻 但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男人这次回来 只是为了拿走家带所有的积蓄 甚至还惦记上了家带的房子 虽然家带奋力反抗 可还是被乔本强行推倒 而二人发生的一切 都被醒来的杏子看到了眼中 他不再相信乔本的鬼话 乔本也只能开始了一个人的东京之旅 因为害怕家带会想不开 杏子一直跟在他的左右 其实 他所有的积蓄也都被乔本骗走 现在根本走投无路 得知一切后 家带收留了杏子 二人与姐妹相称 相处的更是十分融洽 一年时间过去 杏子已经成为了一名义警 可家带这里 却迎来了危机 一名老警察找到了他这里 表面上是日常寒暄 实际上却暗中调查家带丈夫去世的秘密 但好在家带激烈 装无辜躲过了一劫 晚上 姐妹二人泡在温泉里聊天 旁边的傻子阿宝 一直为姐妹了望风 杏子打去道 阿宝或许是暗恋家带 所以才如此忠诚 实际上 杏子所言极是 阿宝虽然脑子不太灵光 却一直视家带为女神 就在这时 阿宝和一个男人扭打在了一起 男人大声地呼喊后 阿宝才看清 原来这男人并不是偷看的色鬼 而是温泉酒店的老板福建 甜美可人的岛国美人 任由摄影师拍下自己 芙蓉初遇的画面 却不知 这举动会给他带来毁灭般的伤害 福建看性子长相甜美 身材窈窕 想要让他为自己的温泉酒店 拍摄一组广告海报 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光临 除此之外 他还在店里 为家带打造了一个织布店 并承诺不收取任何费用 只需要家带每天坐在这里织布 对此 家带感恩戴德 可当看到阿宝一直跟在家带左右时 福建随便给他找了个差事 将他打发到了一旁 家带为人温柔 织布的手艺也十分精湛 来往的游客 总是会逐步欣赏他织布的风景 但好景不长 福建的老婆外出回来了 女人下了火车之后 不见自己的丈夫来接 脸色瞬间变了 当他回到店里看到家带的那一刻 心中的极度更是彻底迸发 直觉告诉他 家带就是勾引丈夫的狐狸精 而对于狐狸精 向来是不用客气的 看到老板娘对家带大打出手 阿宝直接冲了上来 看到家带受伤流血 他恨不得杀了老板娘报仇 事后 福建亲自上门谢罪 他哭诉自己有个疯婆娘的不意 苦苦哀求家带能够回到店里营业 而妻子 则会被他永远地送进疯人院里 虽然有些后怕 可家带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天 性子照常接待客人 可这一次 出现在他房间里的 却是一个不速之客 原来 乔本一直在东京跑出租车 无意中发现了性子的海报 他用家带杀害前夫的秘密做妖协 强行将卖一不卖身的性子欺辱 而后 又找到了正在泡温泉的家带 就在他准备强行和家带混合双玉时 老板福建及时出现 他好言好语地将乔本带走 答应他拿出一笔不菲的费用 而相应的条件就是 乔本必须离开家带和性子 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 乔本立即拿钱留好 随后 福建找到了阿宝 这一次 他没有了以往的趾高气昂 反而是态度卑微地恳求阿宝 帮自己做一件事 这件事情也关乎着家带以后的幸福 憨厚的阿宝 听到福建可以给家带幸福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几天后 福建的妻子从封人院被放了出来 他坐在火车上 期待着和丈夫的重逢 而此时 阿宝的身影突然在车厢后方出现 画面一转 福建妻子已经从火车上跌落 妻子死了 福建恢复了单身 他名正言顺地向家带求爱 许诺会给他一个幸福的后半生 内心渴望真爱的家带 在福建的甜言蜜语里沦陷 很快步入了婚礼的殿堂 而看到这一幕的阿宝 竟兴奋地向着孩子 他只想让家带幸福 哪怕陪伴在家带身旁的男人并不是他 家带想说出自己的秘密 可福建却让他忘掉过去 这让家带更加感恩 整整三天 二人一直巅缆导缝 不知天地为何物 但乔本就如同一个阴魂不散的恶鬼 他再次纠缠上了幸子 幸子也终于明白 只要乔本一天不死 姐姐杀人的秘密 就会有曝光的可能性 于是 他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乔本推下火车 可遗憾的是 乔本紧紧抓住了门框 而幸子 却在乔本的挣扎中 如同枯叶叠一般 飘落在了牙底 家带扑在幸子的尸体上 枯得悲痛欲绝 却不知属于自己的悲剧 也即将到来 女人残忍杀害自己的两人丈夫 却与一个傻子真心相待 而他做出这一切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爱 幸子离世之后 家带越发的痛恨乔本 于是 他恳求福建 让自己可以去东京为幸子报仇 可遗憾的是 因为大雪封路 火车无法运行 而此时的福建早已等待在站台外 阿宝一直苦苦纠缠 甚至扑到了福建的车上 而福建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冷漠 回到家后 家带没有兴致陪福建玩乐 他说出了自己杀害前夫的事实 让福建抛弃自己 可福建却表示 自己只需要他的身体就够了 家带忍不住询问 如果这样的话 那自己的存在到底算什么 得到的答案却让他心碎 在福建的强迫下 家带只能忍受着身体的折磨 就在这时 阿宝赶了回来 发泄完受欲的福建 将阿宝叫到自己的面前 表扬他帮自己杀害妻子的事情干得漂亮 当他询问阿宝 想要什么奖励时 阿宝口齿不清地说出了家带的笼子 听到这个回答 老板几乎笑到嘴抽筋 但他并没有懊恼 而是承诺让家带陪阿宝一夜 但条件就是 阿宝要将杀人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阿宝跪坐在家带的床前 轻轻抚摸家带的脸颊 如同在欣赏一幅艺术品 就在他愣神之际 福建从背后出现 用一根围巾死死地勒住了阿宝的脖子 阿宝用力挣扎 福建直接招呼家带前来帮忙 可万万没想到 救人心切的家带 竟然直接操起一把火钳 插进了福建的后腰 反应过来的福建 将愤怒转移到了家带身上 眼看家带就要被活活掐死 阿宝拼了命地将老板拽到了一旁 他恳求家带赶紧逃命 可家带却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将火钳狠狠插入了福建的胸膛 这个作恶多端的男人 终于领了盒饭 冰天雪地之中 阿宝背着家带慌忙跑路 浑身肮脏的他 小心翼翼地为家带擦拭身上的血迹 家带告诉他 自己杀死了两任丈夫 是个不干净的恶毒女人 可阿宝却坚定地表示 家带比神女还要纯洁的 看着阿宝清澈的眼神 家带笑出了眼泪 他用尽一声寻找爱情 却原来深爱自己的就是近在咫尺的傻阿宝 二人紧紧拥抱着 一个哭中带笑 一个笑中带泪 这一刻他们感受到了爱的存在 逃亡的路上 二人一起滚下雪山 家带看着阿宝的花脸 露出了纯真的笑容 这一刻 他们忘记自己还在逃亡 忘记过往的种种痛苦 如同孩子一般 在雪地里打着雪仗 经过不懈的努力之后 他们终于到达了火车售票处 可这里并没有他们想要的希望 阿宝极力和警察撕打着 大声呼喊家带快逃 但家带却冷静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在最后一刻感受到了爱 他已经心满意足 二人入狱之后 家带对自己杀害两任丈夫的罪名 共认不讳 而阿宝也一直坚称 福建是自己杀害的 杀人罪名成立 家带和阿宝均被判处死刑 被牵扯其中的桥本 也因为性子的离世 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这个始作俑者 受到了最轻的处罚 在行刑的那一天 家带精心装扮自己 毫无怨悔地走上了刑场 画面一转 依旧清纯可人的家带 赤着脚出现在了一辆列车上 而这辆车前往的方向 是他和阿宝约定的天国 影片《天国车站》 改编于岛国的真实案件 可笑的是 造成这部悲剧的竟然是所谓的爱 可事实上 女生是在偶像剧中认识男人 而男生则是在小电影里见识女人 其实我们早该明白 从一开始 所有的一切都是错的 对于女人来说 爱就是全部 而对于男人来说 爱只不过是性的调味品 我是女汉子 主页还有更多好看的宝藏 咱们下期见